不醉或不知所需 緣著細緒 一世藏到傷 隔開 迎面前永遠會鎖滅 去追 從前未知轉眼淚 未知傳說世事兩年 錯心上我重新再見 願我再情深入 無限返想到有限天 未知傳說世事兩年 今天花了六個小時還是七個小時去看了一場演戰會 楊千華的B minor在香港的亞洲博覽館在靠近機場那裡 比機場還遠一站 已經是香港差不多最遠的地方了 今天還是挺烏龍的 我們七點鐘出發 本來八點鐘剛好可以到 我以為是他像紅刊一樣 取票很快你就可以入場了 結果我們去了才發現 入場 就大概前面的排隊取票大概要等一個小時 然後他只有兩個機子還是三個機子 然後等了非常非常多人 當然就崩潰了 從八點鐘開始取票 等到八點四十五 應該是有人投訴了 後來他們的方案是 不需要取票 你只要有預定的記錄 你就可以直接拿這個記錄入場 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拿了訂票記錄就進去了 也沒有取門票 然後 他這個演唱會是一個比較小眾的演唱會 我從頭聽到尾我才發現 整個演唱會裡面 我只會 我只聽過四句 而且這四句歌是陳奕迅的歌 《無條件》 然後是楊千華翻唱的 我只聽過這四句歌 很尷尬 但是這個效果吧 還可以 因為他做成了這種音樂會的形式 所以說 也是那種 比較抒情啊 比較有整體感 這個舞台做的也比較新 但是他就跟傳統那種 舞台不太一樣 他就是一個很長條的屏幕 然後 經常沒有大屏幕的投屏 你也看不到 這個 他唱歌的樣子 然後你竟然 有時候也看不到人 我大概 我大概是 看了將近一個小時 我才看到了大屏幕投屏楊千華的 這個 上半身的大頭 然後 我還說 這個時候我才真正確定 這場演唱會確實是楊千華的 之前都不知道 因為看不清楚 我買的票也比較便宜 有點半山頂位 整體還可以 亞伯離市區還是比較遠 差不多過去要將近 一個小時左右吧 回來大概也要將近一個小時 現在已經快一點鐘了 其實今天 跟楊千華同時辦演唱會的是陳奕迅嘛 陳奕迅在紅刊那裡 他已經 估計要從十二月初辦到一月份 然後本來一直想看陳奕迅 然後 又搶不到票吧 陳奕迅的票超級難搶 結果今天剛好唱的是 明年今日 是我最喜歡陳奕迅一首歌 哎 我覺得很遺憾 不過也還好 一下子 耶 現在正在ended 看到來了 冬府 看一下 过了12年 连个鬼影都没有 所以说还是分区域的 可能像 旺角啊 有些地方 可能晚上也比较热闹 有很多夜市啊 小吃啊 但我感觉现在应该也比较少了 可能 跟前几年不太一样 这两年 游客也比较少 所以说很多 针对游客的一些商业 慢慢都变了其他的形式 可能更加本地化一点 所以说那种 热闹的不夜城的感觉 其实我 现在学的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你看现在晚上1点钟 只能吃个麦芒老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的 辛苦的一天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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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